唐三本就是个执着的人 他绝对不会因为悲痛而沉沦 只会化悲痛为力量 看着周围的赤金色火焰却没有半分畏惧 他挺起了自己的胸膛 也是因为这个动作 唐三发现自己的身体又能动了 所有赤金色火焰突然在唐三面前收敛 一扇燃烧着赤金色火焰的大门 出现在唐三面前 那赤金色的火焰似乎在向唐三招手 唐三知道这是波赛西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海神传承之门 是波赛西为自己开启了这扇大门呢 唐三用力地深吸了一口气 义无反顾地向那扇赤金色大门走去 海边一身华丽弓装的千刃血 突然毫无预兆地睁开双眼 要开始了吗 唐三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不愧是我这一生之中唯一看上的男人 我就在这里等你 等你传承海神神奇之后 看是你能战胜我 还是我能把你征服 当身体穿过那赤金色的火焰之门时 周围的景物瞬间变幻 唐三已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是一个蓝色的世界 这是 唐三冷静地打亮着四周 唐三来到的竟然是水底世界 当然这个海底世界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 只有穿过海神传承之门才能来到这里 这就是海神传承之处吧 当他的目光转向下方时 唐三内心之中顿时出现了无与伦比的震撼 整个人的表情在这一刻都僵住了 那是什么 唐三看到的 是宫殿 就在这片光线不变的大海中 一座巨大的宫殿 静静地 住立在那里 在那宫殿外围 有一圈淡淡的金色光照 似乎正是这光照 将这海底世界照亮的 唐三缓缓朝着下方的海神神殿 露去 传承海神神奇之位 毫无疑问 将在这座宏伟的海神神殿中进行 很快 唐三就来到了那层金色光照的边缘 就在他想要直接穿过光照 进入其中的时候 问题却出现了 一个冰冷的 毫无生命气息的声音 在他周围的海水中响起 只有海神之心的拥有者 才能进入海神神殿 没有海神之心不得进入 唐三发现自己竟然真的无法进入这看上去很薄的金色光照内 坚硬的光照将唐三阻隔在外 怎么办 唐三又怎么能拿出海神之心呢 为了救自己 海神之心已经破碎了 眼看着海神神殿传承就在眼前 因为失去了海神之心 唐三的麻烦要来了 唐三冷静地站在光照之上 并没有因为眼前出现的难题而弃 但唐三简单地判断了一下 这光照最多也就是相当于神级的防御 而唐三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拥有了神级的攻击力 或许打破这光照 并非不可能 一边想着 唐三一边调转手中的海神三叉戟 重力控制技能释放 海神三叉戟瞬间达到了108万斤的重量 同时 唐三释放出了自己的蓝阴黄母魂 全身魂力骤然提升 唐三已经做好了破坏着光照 强行进入海神神殿的打算 就在唐三将自身能量凝聚 准备发动之时 先前那冰冷的声音 再次想起了 破坏海神殿隔绝护照 将会导致海神殿被海水挤压而破坏 刚刚凝聚起来的能量 因为这句话而不得不放弃了 唐三的眉头随之皱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 不能破坏着光照 我又没有海神之心 如何才能进入海神神殿呢 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哦 个人 水晶à 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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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热了